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明你跟此银枪有缘呢 我叫月渊 你可以直呼我名字就行 如果你非要叫我师爷 那也随你去了 月渊 我在这儿待了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 一直浑浑噩噩了二十多年 直到随你出谷 我才把以前的往事一件件的回忆起来 我也慢慢逐渐恢复了说话 师爷 子龙分明落入了流沙 怎么会落入绝命谷啊 当初我也是如此认为 怎料想流沙绝命谷应跃无 相互在地下相同啊 这是鬼附神功 如果不是奇遇 万万想不到 会有刺激 赵安李全都不喜欢兵法 唯独那个小徒弟喜欢 我传他兵法本无不可 但他太着急了 他在流沙河击击了我 击中了我的头部 这才使我浑浑噩噩了二十多年啊 师爷 那这个人 他是谁啊 都过去了 我现在反而要感谢他了 他让我在这不喜不悲的天外之地 过了二十年的神仙般的日子 天天与鸟兽为伍 四处与青藤为伴 没有了一丝的喧嚣与纷争 也免去了我多少的烦恼与杂念 所以 您在外面待了一段时日 有些不适 就返回谷底了 我的心啊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净化 何必再去受那尘世污垢的玷污呢 我毕竟已经古稀之年了 我想把最后的岁月 留给我自己 师爷 有一句话 子龙一定要说 如果所有人只为了清静 避开世事的话 这个乱世将如何收拾 天下一日不满 百姓就一日遭受战乱 每当想到此处 我都十分的痛恨自己 尚不可护国安兵 听你这口气 赵安和李全没少教导你啊 好 要立雄心大志 这样吧 我考考你 请师爷指点 好 何为武 志和歌组成武字 学武呢 是为了制止暴行 什么是侠 逞强除恶 扶为救难 此为小侠 护国安民 宽福社稷 此为大侠 那你学习兵法是为了什么 这个 我对后师叔没有教过 赵安和李全 我也没怎么教导过他俩 因为他俩不喜欢兵法 那就以你发自内心的所思 所想所悟 来 你说说 学习兵法 并不是为了多打仗 反而呢 是以战指战 迅速地平息战乱和纷争 避免多伤人命 不战而去人之兵 是兵法的上伤之策 在吞兵之时 切记要韶大仗 甚杀人 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了 我的一生的本事和心愿 乃至于责任 全都交给你了 再也没什么牵挂的了 师爷的教诲 子龙一生不敢违背 你拿着百鸟嘲凤枪和兵书 离开这里吧 上面的世界还等着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特别怀念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 你 还有我哥 咱们三个人 经常去山上割株草 子龙 子龙 真的是你吗 你真的回来了吗 哥 子龙回来了 不要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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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路走好 你的仇 我一定会报的 秦儿 秦儿 我会照顾好严城 你就放心吧 秦儿 你安心地走吧 你的心愿 我秦晓了 子龙 我不能赔你了 你要当大英雄 当护国为民的大英雄 这样 无论身份 我都有荣光 在流沙的地方 我捡到赵大哥的断枪 就是那杆刻着 龙行天下青衣随的那杠 只见他已被人折成树茧 可见凶手 是多么痛恨那杆枪 多么痛恨这几个字 由此看来 耿纯和高则的协议最大 耿纯的水平一半 就算子龙眼盲 耿纯也打不过他 那这么说的话 高则是凶手的可能性 就最大 可是高则平时看起来 不像这样的人呢 是啊 高则最近把县城 治理得井井有条 凡有冤案 错案 经他审讯 片刻便有分枪 如果高则是凶手 这种人最可怕 从各种迹象来看 高则这个人嫌疑最大 但高则这个人 做事不露声色 想要从他身上 找到任何证据 都难上加难 必须要加以时日 国贼董卓 依旧控制皇上 横征暴裂 诸侯之间功法不断 百姓依旧遭殃 我已经思索了几天 到底是先报私仇 还是先复国呢 子龙 你记出此言 想必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莫非你要去冲军 是 如今你的武功 兵法均有小成 是该走出真定县 走出常山郡了 咱们真定的相拥 还有五十余名不肯散去 我愿率领他们 跟随子龙 一起征战四方 建功立业 谢赵大哥 谢师叔 子龙 我也随你一起去 我也要随赵大哥 一起去 我 爹 我也想去 柳慎可去 十妹精明 且会武功 也可去 飞燕 你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娃娃 去凑什么热闹 不能去 我们都去投居 师叔你和飞燕在真定 万一 如今轻衣耿纯都已经不再真定 虽然这个高则 或正或协 但他还不至于 视我一个老头子为仇敌吧 自龙 或许你离开之后 这里反而平静了 前些日子 我怕你误入歧途 逼你昏沛 现在向来 确实不该 大丈夫 致在四方 你是该走出去了 嗯 已经这么多天了 一直没有子龙的消息 实在不行 我就再去真定线 你还想去啊 现在府里上上下下都盯着你呢 别说去真定线了 你现在能不能出了这个夏侯府 都还是个问题呢 子龙啊 怎么还没有你的消息呢 叶昭玉 明天 我们就要出发了 你会不舍吗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那么的熟悉 这里发生的事 一件一件都令人怀疑 也不知道轻衣现在过得好不好 你是不是 也想轻衣了 你见眼见睁 你也最清楚 我和轻衣的感情 是多么坚定 又多么忠诚 总有一天 我会夹着你 去寻找我心中的唯一 明天 你们就要走了 你 没有要对我说的话吗 本来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可现在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在这个月圆之夜 月光是那么的柔美 小河流水沉沉 我旁边还坐着一个 比比嫦娥还要美的女子 我 我就怕我说的话 就把这一切 给打碎了 你不说 我何尝不明白呢 自从那次 我被山贼抢走以后 你分不过身地救我 我就应该明白这一切 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说 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然令人向往 但是找一个 知冷知热 一生不留不弃的男女 更为紧要 下雨的时候 能给她撑起一把伞 寒天冻地的时候 能给你依偎 给你暖脚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两个人共同面对 一起前行 这几次过了 你说的这些 我都能做到 真的吗 这么说 你同意了 我 我同意没用 要我爹同意才行 你不要灰心 你呢 是我爹的徒弟 我爹对你知根知底 我相信 他总不会舍尽求远吧 我看你了 你词 我更难分 肥猎 你 我ación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两个人多多保重 保重 喂 快走 天下纷乱也不知道谁是明主 咱们现在又去想何方了 先走走看吧 对任何诸侯都要听其言 观其心 看谁真正心系汉士 只有这样的人 才是我们最终的主公 是啊 子龙所言即是 言成 你是否还记得 咱们村口遇让一时的衣冠主帽 当然记得 可否还记得我爹 曾经在衣冠主前说过的话 记得 赵小伟当年说过什么 爹 你每次回来都会到此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今天给你们讲一讲这段历史 咱们这几百年前 归燕赵所管辖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的传说 听说过吗 爹 难道这句话跟这个意识有关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一说 因两个人而起 一个是刺杀秦王的荆轲 再一个就是这个意识了 羽然 羽然是六百年前春秋战国人士 她的主公智瑶跟赵国国军发生了战争 因此而身亡 由于智瑶生前带她像国事一样 她心存感激 她为了报恩准备刺杀赵乡子 只是几次刺杀都功败垂涨 她为了刺杀毁掉自己的面容 用炭火烫伤了自己的嗓子 赵乡子敬重于让 是为主公报仇的义士 几次捉到他都不肯杀害 而几次放过他 于让觉得这一生很难刺杀赵乡子 在最后一次刺杀失败之后 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让赵乡子脱掉了身上的长袍 他要袍子干嘛 别说话 接着听 他拿刀对准了长袍猛刺击刀 然后对天大声呼唤 主公 无今为你报仇了 然后毅然的自尽身旁 他就这么死了 于让自杀身亡的地方 是如今的巨鹿剧 离咱们这儿两百余年 他的妻子带着孩子 最后流落到赵家庄 赵家庄的百姓们 为了敬重他的义士之举 特意给他建了这个衣冠种 距今已经六百多年了 他的后人已经绝技 正因为他和荆轲的壮业之举 严照自古多慷慨 悲歌之事的传说 才流传至极 于让仅仅是因为主公 对其尊重 他就以死相报 即便是毁坏了面容 用碳烫伤了嗓子 也丝毫无悔 他的这种忠义之举 几百年来 无人可及啊 爷 父子教导我们要忠孝仁义 我们将来也要像 遇让义士那样 忠于主公吗 是的 这正是我要教导你们的 忠于主公没有错 但不可于主 赵乡子管理下的赵国 风调雨顺 百姓们安居乐业 试想 如果遇让刺杀成功 那百姓们岂不糟了样 爹 那我们就是不学 遇让义士的忠吗 对 是为知己折死 这种壮烈之举 值得我们敬重 但不能像他一样于衷 等你们长大了 一定切记 只有真心护国的主公 才能以死相报 以命相组 切记 切记啊 谁肯解 国家是危难 谁肯解民于水火 谁才能配得上 我们真正的主公 对 但是不知道 袁绍跟公孙瓒 是不是这样的 袁绍和公孙瓒 均是十八路诸侯之一 他们俩马上就有大战 我想 这回国贼董卓 该幸灾乐祸 这帮反贼相互撕咬 好得很 就让他们相互撕咬起来 等他们咬的遍体鳞伤了 再请皇上出面 到时太师拿注意即可 奉仙呢 他去哪了 最近温侯常在锦堂走动 我还以为 太师您有什么要他安排呢 小姐 小姐 温侯 你来得太迟了 你为何现在才来 小姐 王司徒明明把你许配给了我 后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不明白 家父知道我一向仰慕温侯 所以才把我许配给你 好让我得罪心愿 并且 家父亲自把我送进太师府 等候成亲 谁想 太师竟起了不良之心 居然不顾人乱 霸占了我 义父真是太过分了 我本想一死了之 可我还未来得及 向温侯表明原委 实在不敢 只好忍辱偷生 在他身边周旋 感谢上天开了 让我终于有这个机会 向你说明心机 可我 已经被老贼玷污 不配在辅射温侯了 温侯 咱们来生再聚 小姐不考 你别想太多了 是罗贼 悖逆人伦 小姐有何过错 我早知道小姐的心思 我对小姐的爱慕之心 从来不曾变过 只恨老贼 防范得太严 无法和小姐 意图中场 我 温侯真的不嫌弃奴婢吗 在下吕布 有生之年 非小姐不爱 非小姐不娶 快点 在这里就如同牢狱一般 度日如年 只盼温侯 早日救我出去 此事非同小可 还需从场计议 既然温侯不嫌弃奴婢 那怎么还舍得 让我再去服侍老贼呢 太师 权重朝野 需待实际成熟 我一定救小姐出去 老贼就要回来了 我改日再来与你相会 温侯 我在深归之时 曾闻温侯武功盖世 英明如雷惯耳 我以为当时英雄 为温侯一人而已 谁料到 连温侯也受制于他人 太师 刁船在哪里 好像失去内侍了吧 我岂是胆想怕事之辈 只要图一个万全之策 要是能与温侯同死 此生也没有任何的遗憾 温侯 温侯 时间晚了 我真的该走了 不 我不让你走 我在这里生不如死 难道 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痛吗 我经受这暗无天日的煎熬 好不容易才见到温侯 心里刚刚有一点活下去的念头 难道你就忍心离我而去吗 难道你刚才信誓旦旦所说的话 仅仅只是对我的安慰吗 不 小姐 你千万不能这样想 温侯 快带我离开这里 我在这里 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每次看到老贼 我都会心里作痛 痛苦不开 这 再等等吧 等我想出万全之策 我知道温侯在敷衍 你明明顾及的是父子之气 既然温侯不肯怜悯 那我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还没听过 不如死了算 小姐不考 小姐 你放开我 小姐 小姐不考 我一定会跟她讲明 让我死了算了 小姐 小姐 逆子 太师 太师 你死 你给我站住 你死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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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木 你给我回来 我要杀了你 温侯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紧张 太师要杀我 这是为什么呢 岳布这个逆子 竟敢调戏我的爱情 我一定要收拾他 太师息怒 这小事 不追究为好 小事 那什么是大事啊 不收拾他 这口气 我实在难以下咽 太师 你知道大臣们见你 为什么会战战兢兢 那是因为我兵强马装 谁要胆敢说出八个步子 我叫他尸骨无存 对的 大臣们怕太师的手下 李绝 郭四 等一众将领 怕的是十几万西凉精兵 而这些人当中 吕布是当之无愧的将帅啊 太师为什么要为一个女子 去得罪吕布 太师安马征战 威服四海 都要倚靠吕布 倘若吕布 他有心变 太师数十年的经营 恐怕就会毁于一旦呢 这话倒是不假 他们之所以怕我 还是因为怕吕布啊 那 你觉得这件事呢 依我所见 你应该 你怎么还不明白 家父知道我一向仰慕温和 所以才把我许配给你 好让我得罪心愿 并且 家父亲自把我送进太师府 等候成亲 谁向太师 竟起了不良之心 居然不顾人伦 霸占了我 太师 太师 想要不顾人伦 相报 太师 觉得意下如何呀 不好了 太师 小姐已经在锦堂提哭多事 好像要寻死的意思 太师 您快去看看吧 你还有脸哭 你还有脸哭 你就知道哭 你倒说句话呀 太师 深受了欺负 太师不帮我做主就罢了 反而还要责骂我 你 你受了欺负 我看你与那吕布眉来眼去 一一畏畏的 受用得很啊 太师既然将我 看成这样的人 那我就在太师面前 死了算了 以此就免我的清白 美人美人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 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近日我独自在花园赏花 谁知吕不起了不良之心 我无处藏身 只能投河 以保清白之事 可是被他一把抱住 我不得脱身 幸好太师及时赶到 太师要是不幸 可以去为侍女 我岂能不相信你啊 只是 老夫 年事已高 那吕布年轻英俊 又是当时的勇将 你的美貌 又是千古不少有 或许 你与他更相配 不如 我就将你赐予吕布吧 这话从何说起 前身已是太师 吕布只是你的家奴 太师口口声声说爱貂产 今天就要把我赐予你的家奴 就算是 貂产的心 是错了英雄 那我还是死了算了 宝贝宝贝 都是我的错 从今以后你哪都不去 就在我身边 好不好 肯定是由小人挑拨 用得离剑计 如果真的让小人得逞 太师连自己的爱妾都保护不了 那将来又如何应对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呢 这个礼儒啊 好险没把老夫坑了 原来是礼儒挑拨的 不过 这个吕布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要成全他吗 不管别人的事 都是我的错 没人 以后 我怎么舍得你离开我呢 太师 雕臣绝不与吕布供日运 妾身宁死不辱 太师是妾身一心想要侍奉的人 太师若要弃我 那我只有一死 我的美人啊 老夫对天发誓 以后谁再敢对你不敬 老夫将亲手宰了他 太师之心 妾身明白 要是太师不在家 吕布又来骚扰我 那我怎么办呢 这样 以后 我就不上朝了 天天陪着美人啊 我会让重兵 把这保护起来 好不好 向我吕布 话机在手 万夫不挡 金甲折身 万人难敌 而如今 我却要辜负美人 我就算哪门的英雄 我还算什么英雄 我还算什么英雄 我会让你买的 我完全不想要